好 带大家了解这一位呢 爆料美国策划炸毁北溪管道的美国记者 普利策奖的获得者赫什 他曾经报道过像是美军地球 水门事件 越战美军美来大屠杀等事件 可以说是名声赫赫 现年轻85岁的赫什是美国资深的调查记者和政治作家 在1969年赫什率先报道了越战中美军实施了美来大屠杀 他就此声明大噪 并且获得了1970年的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 在上世纪的70年代 赫什为纽约时报就报道了水门事件 并且揭露了美军对金埔寨的秘密轰炸 在2004年他还报道了美军在伊拉克的一处监狱里头在虐球的情况 赫什还曾经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击毙本拉登事件上在撒谎 并且对美方称的阿萨特政权在叙利亚内战中 针对平民在使用化学武器的有关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那么这两个论断在当时都引发了争议